由到台湾隔壁中部基盤 再來第一批基行的 頂後僵牛經濟創傷的園連 16克上後在隔壁299公里 到299公里 新華團結合式來進行 當署長藥宗創立的公司 11個部門當年 動完協力的創傷 進行實體的操作園連 以往可以在 不可以有機的災害發生的時尊 可以在最快的速度 緩和南方的交通 隔壁幾多297-295公里 一處新華團結合 16克接近由台湾隔壁共識基盤 到達12個部門令人 以及當環協的創傷 進行了全國的去出地 等後僵牛經濟創傷的創傷 他會限定大家的新港重新支撐者 他會轉來領管的導覽開水 和當事長將要重載來的國會貴賓 進行了解僵牛修合的過程的重要性 在整個的一個高鐵結構 雖然已經有一定的一個強度 但是呢 我們是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寧可事前做好這些準備 在還沒有發生之前 就做好這樣的營運的一個 一個安全的準備工作 萬一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在最短的時間 完成這個橋樑結構的一個搶救 然後進行橋面 包括軌道 還有這個電車線這些的修復 現在平台中第一次發生做新橋燈牛條地步秀順 隔壁公司馬上大理人 六百八十將上 對大件支撐者開始 這部一部進行破損無尾收穫 包括要出動大腳車 大條車燈大型機構 總共燈大起來 又進一部關心地步的中間 包括這樣的一個支撐架的展示 包括我們一個特殊的伸縮拉桿的一個展示 還有我們一些鑽石鏈具的展示 以及一些那個鋼筋在搶修的時候 鋼筋的一個套筒搭接的一個一個機具 我們都做了現場的一個呈列跟展示 由工作人員跟技術人員做說明 讓這些來賓們對這樣的搶修的一個準備 有更深的一個印象 因為台灣處在環太平洋地當大 地當發生的頻率非常高 更因為各地幾多牛部份 等到達250公里 占了全數的百分之七十幾 所以在這套路和第幾時間進行修後 就變成最最重要的客戴 在不論是限定的本作改稅 也是到過修後規定壓批布上 對在地套部客戶企業才會發生的時 各地公司都可以在相當的時間來 將我們報告同規後 繼續麻將新華庫 彩虹報道